環保署長魏國燕 竟然在立法院拋出了震撼彈 因為民進黨立委劉建國痛批 環保署去再處理 德強台北貨輪上面 沒有積極作為 而魏國燕則反駁 因為相關事務 由23個部會來負責 環保署沒有完全的主導權 而兩人是你來我往 越講越激動 魏國燕就氣得脫口說出 要親自下台 詞稱我已經寫好了 馬上會送出 看守備失去信任的時候 如果我的下台 對於事情的解決 更有幫助 我應該下台 臉色鐵巾環保署長魏國燕 說完立刻大步走進 未還委員會 之所以表情難看 是因為30號上午 跟民進黨立委劉建國 為了北海岸 由巫怡市正風相對 魏國燕脫口而出 喊會立刻辭職 現在對外國的專家 你還要這樣處理得對 所以對我來說 就算我沒有叫你露台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做下去 也不要再做下去 全部幾天 委員意思要我今天辭職下台嗎 我沒有叫你今天辭職下台 我從頭到你沒有這樣 做不好就辭職 你想想要辭職 你就可以馬上辭職 是啊 我今天提辭辰 你可以馬上走人 我今天提辭辰 謝謝 肯定你 該負責就該負責 就像你稍微實際上所講的 做不好 因應不好 你就該辭職下台 兩人越說越濟 都是為了得詳台北貨人的處理上 立委劉建國認為 17號就已經要環保署好好處理 但油污依然擴散 而魏國營認為環保署沒船 貨人又是私人的 而且海洋環保失誤分散23個部會 跟組織再照有關 自認不被明代信任 請辭消息一出 也讓遠在南部的行政院長張善政 聯邦慰留 我們送到院裡面 我一定是批說慰留 不可能放他走 這傑哭眼 這傳的事情沒有解決 以前也更不可能放他走 雖然魏國營表示 他的辭職是政治倫理 但國民黨立委王玉敏聯邦緩家 表示辭職知識體大 不要當作氣化 而這樣的反應 也被劉建國再度痛批 魏國營的情緒 似乎有點過大了 是他沒有辦法去承擔這個責任 還是他要謝這個責任 還是他覺得他真的沒辦法做 這真的是台灣政府的官員 他們的態度 現在我是請辭待命的狀態 是看守中的看守狀態 30號下午 魏國安委員會持續審查預算 經過一段時間沉澱後 魏國的心情看起來逐漸平復 雖然還是聚談張院長的未留內容 看來依然還是得把任期做完為止 不過竟然看守政府閣員 頻頻開炮或是喊詞 雙英會喊出無縫交接之際 看守閣員的情緒反應 反而成了另一焦點 郵件TV 李文浩尤上 徐如一綜合報導 阿姨 徐如一綜合佛